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三农的到底应该怎么样走 怎么样的出入 今天找到的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 是很著名的研究相关问题的专家 今天是秦辉教授 秦辉教授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那是多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历史 以及实际上很多是涉及到农民的农村的 于建荣教授大家也很熟悉了 这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教授 我熟悉您的文章当中 一个是谈农民的 还有一个谈上信访的 最近还谈基督教 对对对 最近有基督教 而且基督教的那个文章发表以后 我还看到有基督教的教会的一些 还给他来信 那个可见就是影响力 那我们还是从我们这次两会的那个有关的农民 我们知道 我知道有有 就在最近这段期间 两位都去了农村 都去了农村 而且我想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 去农村绝不会是只是去看看朋友 一定带着就是了解一下 当前中国农村在金融风暴下面 在相关的这些年 有关有关三农问题的一系列变化 最新的中国农村 到底怎么样一个 在您的眼里看出来 我说请教授先介绍一下 你先介绍一下 你先介绍一下 做当中的先介绍 这个位置你坐上了 你就先介绍 你还真是说对了 我还真是只是去看朋友的 去看朋友 当然了 因为我从来不申请什么项目 我到总算都是很随机的 当然是带着眼睛去 带着脑去的 但是从来不是带领一帮人拿一个课题 但是作为学者 你一定会关心的是农村的最新发展的最新的变化 那当然 这个一个就是 当然现在最近大家也都在讲的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民工返乡潮 你是哪一段时间 尽管这个就是春节期间 春节期间 尽管这个民工返乡潮可能被现在被有点就是有点夸大 就是好像民工返乡潮和民工失业是同一回事这样 但实际上往往不是 很多失业的民工其实也没有回去 而且就是民工返乡潮 他往往也是 也是就所谓的提前返乡 一过节 他就又 就实际上他们还是在家乡待不住的 但是即使是这样 还是应该承认就是这个由于由于成立经济萧条 当然也由于这个不是最近才有的现象 就是那个税费改革去以后加上有补贴了以后 这个重量好像比以前稍微有点那个条件好一些 那就是那当然就是回去种田的人也的确是有 而且正是因为回去种田的人的确有 所以土地纠纷也就开始多了起来 比如说以前这些人就已经把土地转包给别人了 那么但是这个转包给别人这种东西 我们现在的一些制度又搞得不是很清楚 比如说到底这个所谓的转包权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回溯的 还是可以绝迈的 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说不太清楚的 这什么条件下它可以收回来 所以这个里头是有很多 是增加了不少土地纠纷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现在人们谈的比较少的 就是实际上由于这个所谓的4万亿 18万亿出台 现在整个下面有新的一轮那种大工程主义的那种 那种就是对土地的需求 实际上是比危机前要厉害的多了 因为我专门去问了一些搞真谛的朋友 他们就说今年的增地任务要比前两年都要都要大得多 那你这样的话当然就会 一方面是你你对土地的你你圈地这个规模比以前更大 另一方面这个实际上这个城里的农民他又要回去 当然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相当大的了 那涉及到被圈地的这些农民 现在有没有的新的一种危机感 那当然是有了 现在这个新的提法很多了 一下是说什么土地换宝藏 一下什么宅基地换住房 什么等等 但是你无论是哪一种换 它其实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换 都是说我把你的土地拿走了 然后我给你 我认为合适的保障 都是这样的一种意思 所以你实际上有的 你比如说我就问过一个朋友 我说农民是不是会对土地换保障更感兴趣 他们说那农民自己会算的 你不管怎样 你给他的补偿就那么一点 你那个所谓保障不保障什么 全都是在这里头出的 又不是说你 又不是说你让你跟农民讨价还价 然后然后农民获得了一个价格以后 你让他去选购保险产品 又不是这样的 又不是这样的事 或者说他不愿意就可以不做 是啊 不行 最主要一个所谓自愿就是我不愿意 对啊 怎么办 对啊 所以我讲嘛 我说现在很多人说啊 地权不能归农的那个理由 有一二三 讲的最简单 就是说农民自己把握不住 是吧 这个时候政府需要 需要 需要替他们来 管 管造这个土地 我说如果这个 这个说法我觉得是说不过去的 但是即使我承认这个说法 那道理也很简单 你可以认为农民其实挺傻 或者说挺鼠目寸光的 是吧 你可以认为你关心农民 比农民自己关心自己都还要好 那么你可以以这个理由来对农民 卖地进行一些管制 也就是说农民如果想卖 你不一定准他卖 但是你至少要把这个地权归农 实行一半的 那就是农民如果不卖 你要允许他不卖 要允许他不卖 对啊 你至少要允许他不卖 这个是您看到 您是在广西对吧 您这次去的是广西 余老师 你去了哪些地方 17月三中乡会之后 我们先跑到山东 再跑湖南 跑到河南 广西 陕西 这是主要调查土地问题 天南地北 今年就是现在不久春节以后 我们跑到云南 跑到海南 那是海南开会 云南 再跑到湖北 昨天我们跑到山西 去搭载 搭载去了 搭载 还跑到河北 我们之间是分为第一阶段 我们主要的调查就是刚才陈老师讲的土地问题 17月三中乡会之后因为关于土地问题产生了许多错误的一些看法 始终有一个很重要的看法 就是说土地 中国农村土地将大规模快速流转 这是我们新华社的一个消息 所以为这个事情我做了一些调查 拍了一些录像 曾经在那边清华也放了这个录像 我认为这个观点很有问题 也就是把这个土地流转当做一种政治 所以写了很多文章批评当政治的做法 这一次去就是到 包括主要是到了湖北 我们到了贤林 到了贤林的农村 到了火车站 去我们去调查那些农民工 因为去年相当于贤林 我们一时来调查了一个农民工家庭收 他那批农民工 我组织我的学生去访问了很多农民工 第二我又发现对农民工的问题 实际上要有一个区分 农民工的问题 我现在认为由这几个概念要搞清楚 第一个是一代农民工 一代农民工就是曾经在农 从事过农业生产 是吧 再去打工的 第二个第二代农民工 第一代农民工现在 在农民工当中比重还 不应该太大 因为我们像是去问卷 我们去问调查问的时候 时间三分之一都不到 那么其实早在十年以前 那个赵树凯就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农民工 不能说是第二代 但是他也是第一代 但他也是没有中国田 没有中国地代 就是那些在农村已经比较年轻 就是在农村读完书就出来了 对 那么这个时间有区分 就是第二代农民工 我们又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问了很多农民工 你将来回不回去啊 你的路在什么地方啊 他们告诉你啊 不可能回去 为什么 可能有很多人讲 在家里 老家的什么商店 小城镇 买一个房子 开过商店 但是回去种地不可能 一个没有地种 第二个不知道种 那么这个问题啊 实际上我们发现 这次 我发现陈老师的判断队的 我这次到那个 我们到了那个武昌火箭站 去问那些 要去打工的农民工 出去的 准备出去的 打算去的 打班出去的 已经背包包去的 问他 你现在去那边联事好了没有 没联事 有没有可能找来工作 也不知道 但是我一定要去 我在家里待不下 因为我们就是闲着几天去调查 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过了年之后了 一年 快一过月了 元宵都结束了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关于农民工的 我最新关心的问题 习一件叫做农民工 爱戴 农民工 爱戴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人在城里面打工 生的孩子 对 这个农民工 爱戴啊 现在最近啊 可能你们在那个 广东那边啊 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回去读书了 因为他的父母待不下 必须把孩子送回去 这个问题呢 可能追行的 这个问题比较厉重一点 农民工 农民工 他父母可能也没有工作了 他甚至回去 也不一定找得到工作 但是他必须把自己的孩子 再送回到原来打工的地方 去读书 去先安置下来 老乡 先安置下来 那个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现在这个农民工的问题 实际上应该有多重层次的 他现在是这样 我们以前老有一个政策的预设 就是说这农民工啊 不要紧 他反正是一失业了 他就会回去种地的 所以各方面的准备都没有嘛 包括我们现在最滑稽的 就是那个 那个给农民工搞的 那个所谓的社保户头 都是真正他们需要保障了 就没有了 就等于是 这个很滑稽的 而且我们实际上 这些人大量的都是住在 原来都是住在那个工厂的宿舍里头 或者工棚里头 他们一旦离开企业连住的地方也没有 那你当然就是 各方面都会产生问题 那余教授 在关于农民工的回去的 您刚才觉得 跟秦教授讲的那个观点接近 就是一部分是 本身就应该回乡了 他就是不打算做了 这样的多不多 这有 当然也不是特别多 因为你对这个农民工反弹啊 你会发现问题 因为我们当下这个反弹 我们就居向于巨山桌 对于那个祥山桌 我们也去反 但是这个反弹 你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真正想回去的 这个孩子不多 年龄大一点的可能 家庭生活 就是说那些年轻的 二十多岁的 这边没有表示 我将来还要回去种地的 因为他也不知道了 这个地怎么种 地怎么样 那么 最近我们到了 咸林那些地方去访问 咸林那个地方 因为他也算一个农民工的 输出的地方 当然就是说 发现一个问题 他们讲 他们压力不大 他会说 为什么压力不大 回来的不多 孩子要出去的很多 所以他们感觉到 压力没那么大 所以这就能不能这么解释 实际上就是农民工这些人 他们自己把整个压力 自己承受过去了 他们也没留给地方上的 就是自己老家的地方 也没有留给那个什么 三角的地方 他们自己在承受全部的压力 所以这一点 我认为曹老师你讲的很对 因为我当时问这个 去打工的农民工 这个孩子 我说你去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我说你带了多少钱 因为从武汉坐火车到了 从武汉坐火车到广州 是吧 要准备块钱 他说我带了一千多块钱 我说你带了去之后 你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是不是 他说我要找一个地方 先住下来老乡那里 再慢慢来 他没有想到 说到那边会给我帮助怎么样 但是他想总早得工作到 就是我们现在工资低一点 总要准备在家里玩好 所以讲就是你刚才判断 十分对的 就是说他们没有想到地方会给他们什么 只没想到这个本地的地方给 也没想到广东原来输出的地方给什么 就想到我市值能够成长什么 这一点 而且通过那种乡里关系 可能进行一种互助救济的 他现在农民工对于这个就是目前经济条件下他们的那个收入会下降是有预期的 他们原来就可以接受一些原来就是他们在正常情况下就往往就不不接受的一些条件 但是很大的一个原因他们还是要把孩子再送回去读书去 孩子送回去读书的原因呢 昨天可能最近两天南方日报他有一个报道 他当时问我我也讲了一个为什么孩子送回去 因为他在这地方农民工这个特别一代农民工他再怎么吃苦 他是心里有想法的 他当然不愿意向他的孩子在这里没有基本的这个生活 他一个人在这里住小洞啊什么东西上他可能都能够熬过去 但是孩子对他现在有很大的负担 所以他们要想办法送回去 有孩子回来没有教育 对他来说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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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承受的 所以他要即使付出这样的代价 他要把孩子送回去读书 对这个情况有没有看到珠三角方面 对这个有所感觉或者有所有所动心吧 其实现在这个农民工呃 子女在打工地念书的就是一直念下去的可能基本上是没有嘛 因为你第一你原来说是这个这个民工呃 这个当地的学校不让他们读嗯 那么现在让读了 实际上他实际上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学校 他离民工聚聚地都往往都比较远包括我们海淀区也有这个问题嘛 第三最更重要的就是他现在那个考试还是熟地化的 就搞高考的啊 中考也是中考以后就是他要以以职校的方式还可以继续读啊 那当然职校也是啊 这是但是到了高考就完全不行了 其实很多地方中考都不行 中考都不行了啊 所以对他们来说即使是能够读到初中的 是啊 这样的也是一个在对孩子的教育来说也是非常看重的 所以才会把他们送回去 嗯 可能还有一点是情况是什么情况 我看了我了解最多的还是精致原因 精致原因 刚才陈老师讲的他很对他这个处地啊 学校很远啊 这种情况 但是还是精致原因 因为当事者的工作都难以保定的时候 他这种压力他很大的 因为我从我们了解的农民工来看 农民工他一个人修苦 他是想希望他能够忍受苦 他不希望他的孩子知道他修这种苦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刚才那个曹老师你提到一个就是说 国际地方政府有什么对策 这一点我是特别不满意的一个地方 像去年我们在广东也跑了一些地方 广东跑了一些地方 跑了一些地方之后 我意识一个观点 我说这个地方对农民工有感恩自信 有点感恩自信 实际上他们现在都把他当负党 去年我们到了那个 巨像山丘就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地方 我和党卫英老师两个去的 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一讲话 就是说现在这么多时间农民工 要想办法怎么把他送回去 那些地方 所以当作一个负党 没有一点感恩自信 所以当时我提了几个想法 我说 第一点 我说你们能不能给这一批 在你这里的 现在找不到工作这一批农民工 是吧 给他一点救资好不好 是不是 其实就是把他原来的那个社会保险账户 能够延续下去 就就可以了 都不需要新的 因为现在这些人 他一旦离开企业就完全 就原来建立的账户 就都不管用了 结果去排队 去把那个很少一点点钱 对呀 他们自己的钱 有的排十个小时 对呀 而且很难拿到 很难拿到 我说第二个 你能不能把这一批人 他现在走回去这个两口之间 你能不能给他办点培训班 是不是 你感恩之心 那把他留下来 为你将来精致发展 我说第三个 他们的孩子 是不是 你能不能在这个特别的情况下 给他们一些关怀来 没有人理你 好像就是比较 谁家的孩子 谁家抱 人家的口号 而且更坏的是 在这种局势下 很多人想到的一个主张 就是那我们更加不能让农民 去处置自己的土地 对吧 就更加要把 我的责任我并不尽 但是我要把你的权力 要再剥夺一点 他这个是下面的一个逻辑问题 因为是说你现在农民回去 还有一块土地 作为一个最后的依靠 所以你这个土地更不能 更加不能 是 但他更不能允许你 那个处置土地 但他又不说 我的责任要 要尽些什么 那就变成那个逻辑了 就是说 我既不管你 又不让你变现土地 那一旦你有什么问题 那你不就只有死吗 这个道理就那么简单吗 我说啊 老师说 你要禁止农民处置土地 在一个条件下 你还是有一定理由的 那就说 假如他不卖地 你可以给他帮 帮些什么忙 是吧 你假如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那你当然也可以说 是吧 我 你卖地 我要 我要管一下 那现在有一个 就是各地政府 因为最近 几天两会几届 采访了不少 省市的一些官员 他们也谈到 当地对返乡的农民工 采取培训啊 帮助啊 这样的一些措施 在您的所经历的这个地区里面 这些地方的话 有没有效果 或者感觉不感觉到这些 在切切实实的推行 我很难感觉到这一点 我感觉到有一点 就是说一说可以 做出来很难 说要为了拿中央的笔钱 培训费 真正把农民拿出去培训的 还是很小见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 你这种 有些说给农民创业 我认为那也是个微问题 我最近一直在批评这个 给农民工 要农民工创业 因为创业不容易啊 回乡创业 不简单呀 不容易 就是说 地方政府 不服侍一个两个典型 有可能 是吧 但是这个东西 做一个政策性的 一个大的举将 创业不容易 你说怎么创业嘛 所以讲 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 这个国际地方政府 有一点忽悠农民的味道 所以那个 前来他有个媒体问我 我说这个实际上 比较忽悠人 搞一个两个典型 是吧 讲一讲 实际上我认为 到目前能做的情况 有这种情况 我认为 第一个 能够比较准确的 给农民工提供一些 秀业的信使 这个可以做的吧 是吧 要你们不要盲目的先流动 第二个 回去的 也不要有些人说 给他土地 原来的土地要重新调整 这个都是带来了 刚才陈老师讲的 很大的压力 是吧 也不要直直慢慢 去宣布这些问题 向他们自由的 想办法去解决 第三个呢 我倒有一个看法 培训啊 这个 对特别 对爱的农民工啊 加上培训 政府应该 拿去一个体势里面来 所以这个 政府要出现 真正的向他去培训 是吧 一年 半年 经济形势好了 再说 这东西我认为能做的 当时很小 现在看到地方政府 真正去做这个事情 还行 我现在的 陈老师 混贵 是因为农民工的返乡的 暂时没出去的 也比较分散 他是这样 我们的这些农民工啊 多年以来都是习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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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政府给他们找麻烦 所以他们其实 没有去向政府 要求什么的 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习惯 所以他有时候 比如说你政府 你要找他们来培训 都不容易找得到的 再加上 刚才那个 建荣也讲了 当然政府 他当地政府 他很可能他也 本身就没有把这个东西 太放在心上 比如说 很多农民工 其实他在城里头 住在那个 边边角度的 那角度 比如说 我们在深圳 就看到一个 一个很漂亮的小区 旁边有一片芭蕉林 那个芭蕉林里头 就住的好多那些 但是如果你说 你说你去拍几张照片 说哎呀 你们的处境 我报道不 一下引起社会关注 好不好 他们坚决反对的 因为你一旦报道 一帮城管 就会把他们 对 赶走了 就连现在住的地方 对啊 他们 他们被外界所知道 带来的是 是驱赶吗 不是帮助吗 所以这些人是 他本身 他就躲着你 那你这个东西 当然就更 就就就就就 就更麻烦了 在跑了这么多地方当中 有没有一些感觉到 对农民工 回来 还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考虑 或者对他们的积蓄的地方 还是有所帮助的 我指便没看到 很好的啊 那个去年年底的是 我们到了荷兰的中墨县 中墨县的当下 他有一些想法 这个地方 有些想法 因为他紧靠郑州 有些想法 就是说想办法呀 就要把市值的事业发展好 像农民工啊 能够回来的农民工 有一些那个 但是你说他真正有很大的措施 写的拿很多钱来做这个事情 还是很小钱 很小钱 我们一到贤林的时候 我要问到这个问题 他们说我们资源有限 中央给钱 我又能做一点 但是我心里想 中央给钱下去 十块钱 用两块钱做到这里面 就差不多了 所以讲 我对这个不是特别看好 而且呢 社会组织啊 又很难进入这个领域 他吃饱拿不到这个国家 这个补偿的这一块 所以这个可能 很难有一些大的突破型的东西 假如允许社会组织 来做这个事情的话 政府取一个监督的作用 可能情况有所改变 但是不允许 一般不允许 其实这些年来 这个回乡农民工啊 其实绝大部分 还是在家乡附近的地方 寻找打工机会 真正回去种田的人 其实这几年一直是很少 就是07年的时候 那个白南生 做过一个调查 他说回乡的那些农民工 只有十分之一去种田的 十分之九 其实还是在家乡周围 或者在县里头 寻找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因为你现在增长GDP 从来就是我们考核干部的一个指标 如果当地有发展经济的空间 老实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各级干部 对这个东西的那个动力是很大的 他不会不提供的 而且就是说 如果农民在当地能够找得到工作 他这前些年他们那回去的人都已经在那里找了 所以这个这个空间我觉得的确不是不是很大 所以现在的农民工的这个这个趋势 基本上就是看他们什么时候又重新回去找到工作 这才是可能要他们其他的方式留下来 创业化解都是不是一个主流的主要的解决方式 但是我们我们看到就春节以后到现在为止 可能在城市里面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国际金融风暴直接的影响 那么城市的可能各方面大家担心的是一种是失业问题 就业问题 农村现在如果从你们的接触来看 现在当前可能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农村问题我认为它可能要分城市来看 那个在城市周边地区 或者特别是现在要搞那个国家那个比较大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地区 农民比较关心的还是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还是第一位的问题 土地什么问题 土地问题关键是怕你将来征用土地不给我的那个补养 或者经到土地之后我失去了资本的这个生活的条件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从我们每天求到的来信来看 这个问题历来还是农村问题是主要的问题 那个比较偏僻的农村农民 实际上他今年当心的问题 因为我们上次走的时候去的时候 这个赤火有一些情况 比如讲干旱呀 干旱呀 他们今天会担心今年送粮食是吧 赚不赚钱 国家会给多少 这个东西还是有些担心 那个实际上农民工的这个问题 在农村社会没有带来太大的 没有太大去担心这个问题 他们没有太大 因为回来最多打麻将吧 那个孩子回来了最多不行 今天不好也不出去了 在家里是不是啊 你不行玩一玩不要变坏 这个父母讲的可能是比较多的 有时候不变坏也可以了 是不是啊 你今天不赚钱也没办法 是吧 但是也不希望你下去折腾 所以讲我到时候很小 这次我们也访问一些农民工的家庭 很小就说要我孩子做个什么 心里想做不了先待一待 是吧 行事好了再去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情况 就是这种危机 如果持续的时间短 这个 就是他们就等于是停停就过去了 对 但是如果持续的时间长 就比较好 持续的时间长 持续的时间长 回到了沿海地区 又是找不到工作 或者现在找了一个比较比较比以前差的工作 再进一步经济恶化 又失去了这样的工作 这可能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吧 半假设性问题 现在我觉得就是 当然也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状态 就是由于现在农民工本身 它的那个预期就已经比以前要降低了 再加上经济危机以后 实际上我们对很多问题的提法也变了 包括那个劳动合同法好像现在也就不太提了 减轻企业压力 两会当中还是很尖锐的问题 有人说要暂停要暂缓 是吧 后来政府方面是明确说还要继续推行 但是即使这样说实际上 实际上操作起来也有 肯定那个力度要低了好多 所以你会不会 通过延续以往的那个方式 在更低层次上延续这个模式 比如说农民的要求也低了 这个劳动合同法也暂时冻结了 那然后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我们用就是就是让他们分担代价的那个方式 把现在已经停止了的出口 已经停止了的需求 再恢复一部分 是吧 让他们能够在比现在更差的一种条件下 继续打工能够延续下去 是吧 这个可能也不是一点都没有 但是这个可能显然不是一个方向了 是吧 因为你这个本来很明显的是把以往的那个 是把以往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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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 在在在积累下来嘛 但是现在很多农民工 现在很多农民工 他实际上实际上抱的希望就是这种希望 对啊 即使就是即使差一点我还是继续做下来 他期待的还是生产那样的一种恢复啊 这种情况 呃 但是现在呃 从这次的对付金融危机当中呃 甚至有不少我们能觉得除了沿海地区的这些恢复 或者转向内销啊 这些企业而内销当中有希望能够呃 能够呃 能够刺激经济而经济当中就要拓展市场 而市场当中有一个就是看中是农村的市场 所以才会有像家电下乡啊 或者是像汽车下乡啊 现在还有提出比如说有各种他要像给农民工发培训券 给农民工发文化券 给农民工甚至还发说叫那个会农券 这是刘永好提出的 因为是农民 买生产资料 资料或者是就是贷款 他主要是贷款 贷款贷不到 那如果是这个就可以 那这样一系列刺激经济的以农村为方向的 呃 比如说余先生和秦先生 你们从自己的角度看 一个是有没有效 或者有效应该怎么做 还有一个就是实际情况跟现在的 我们所 希望达到的目标 呃 是不是一样 那个对家庭下乡啊 嗯 最早他做的那三样啊 嗯 什么彩链冰箱 嗯 我是反而批评的啊 嗯 我一直在批评这个 我说农民 因为他这个政策的目标啊 嗯 不是说能够满足农民的需要 嗯 或者是出示农业生产的发展 而是想办法把农民的口袋里的钱啊 拿出来 嗯 所以他的消费 自治消费 而不是是真正的 就是你买一千块钱 嗯 是吧 我给你一十五块钱 对 知识生产产业 啊 他的目标是在 帮助企业 帮助企业 所以这一点的目标来说 我们很多人说啊 这是灰农 什么呀 所以我是批评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冰箱也好 彩链也好 手机 手机也好 是吧 这三 原来三样嘛 这三样的实际上 是不是农民最需要的 嗯 是对他生产 有什么帮助的 虽然我认为这个 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 嗯 他实际上还是有一点 想办法从农民拿牵的这个 嗯 而不是说真正要解决三农问题 让农民将来生产 是吧 有很大的发展 嗯 当然从某些情况来看 大家可能有一些媒体 已经在做调查 发现 这个很麻烦 采量 冰箱和手机的 这些单位诸说划不来了 是这里面的实际上的门道太多了 嗯 问题也太多了 所以矛盾呢 最近也提现出来了 那么又提出来了 那么能不能我们农置下想 嗯 是不是啊 嗯 我认为农置下想这个 农置补铁这个 嗯 是是有一定道理的 是吧 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这个东西怎么操作 嗯 那么 现在又有一种说法 就是发给农民这个消费券 嗯 嗯 那么这个东西你要看一下 发给农民消费券 大概是普遍的每个农民都要 要获得义取 嗯 但是会不会带来这个 他所需要的自治精致这个目标 嗯 那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因为我可能拿了一百块钱的 给我用了一百块钱 我会不会把我那些养老的钱 是吧 什么东西来买这个东西 嗯 所以讲啊 十万个农民的小的利益 来获得农民那个所谓的大的市场 嗯 这个可能使得好好的研究一下啊 嗯 不不那么简单啊 嗯 所以目前的问题可能就带来这么一些问题啊 所以一些媒体问我怎么看 我说我是不大看好 但是理论上讲嘛 应该是讲这个消费券也好 培训券也好 还是比那个家电下乡要更 要好一点 要更积极一点 嗯 因为那个家电下乡啊 包括那个什么13%啊 什么什么 很明显是忽悠嘛 然后你在城市里头到处都在打折 是是是 打折的浮路往往远远超过那个13% 这个很明显 而且它本身它又是国家指定的那 那之类啊 本身就是争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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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电下乡的这个专营权 本身后面就有很多说不清楚的事 所以呃 还不如就是发消费券 那种名字接满 但是消费券呢 它的目标呢 不是带动农村的市场了 嗯 它只有的会农 会是每个农民 但是对那个培训券我还是同意的 嗯 培训券这就打破了所谓政府的垄断 比如农民工农民拿了培训券 我可以到什么里面租书 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带向市场的这个呃 运作法的过程 嗯 最后有可能真正飞食到一部分农民 这个就不光是培训券的问题 就是因为实际上啊 就是这个这个政府资助农民 实际上这是现在国际上的一个潮流嘛 就是说与其你你给他直接提供服务 你不如给他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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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能力让他自己去选购服务 啊包括包括住房啊包括什么 其实都是这个样子 嗯 那你与其是官办培训 不如你给他培训券 让他在让他在民间自己去寻找那个培训 嗯 包括很多方面 包括现在连卫生啊教育啊都有人提出这种主张 嗯 所以现在在金融危机下面 呃中国农村到底会怎么样啊 呃看来还是刚刚开始 这个 我觉得啊在通过这次危机啊 我觉得 呃应该 呃把我们的这个农村政策推进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经常讲的这三 呃三个一样 嗯 就是你把农民当做一个正常的公民来对待 你把农民工当做正常的工人来对待 嗯 不是说我就预先假定他是一个什么两栖人 或者是什么什么猴鸟啊 嗯 那个这个 嗯 当然如果他愿意当猴鸟 谁也不会去禁止他 但你不能把他当做一个政策的 那个那个预设的前提啊 好像他只能当猴鸟 是吧 你把实业农民工当做正常的实业工人来对待 嗯 是吧 我觉得将来我们肯定 或多或少我们肯定都是要向这个方向走的 嗯 你不能比如说农民工失业了你说 你可以不管就是他们回去种田 这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以前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现在这个危机一来 这个实业农民工这个问题凸显出来了 那么我们当然有两种选择了 一种选择就是还是像我们以前想的那样 就是就是就是把他们弄回去 是吧 那么现在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这个这个来转 就不许他们处置土地不许他们什么如何如何 是吧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想想就是 这个所谓的农民工失业和城里人失业 归根结底其实应该是一样的 是吧 你既然你强调这个这个这个公共服务应该是普惠的 而且事实上他们很多人也回不去 你当然就要逐渐逐渐解决这个世界各国在工业化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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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下都要面临的这个问题了 嗯 所以在这场风暴带来的是一个还是就可能整个农村农村的体制农村的结构可能要做进一步的思考 进一步的 他这个可能我们分析上两个问题 嗯 第一个从农民工这个角度讲来 我认为国家可能在这一次中间要重复认识一个问题 嗯 需要向农民工享受的这个均等化的这个社会服务的问题 嗯 不论就是刚才秦老师所讲的 不论发生这个新款怎么样 这只是问题的可能一方面 那么对于农村我们要看到什么 农村看到什么 我倒是这么一个看法 这农村的问题啊 嗯 嗯 第一个是土地制度 第一个是土地制度改革要迫进 第二个是农民主持法 你看农民主持出来 嗯 这一次我的认识 其实我认为在这个情况下 嗯 嗯 嗯 我认为这个社会这个利益 我认为这个总国会怎么关心的 说农民工怎么使他不劳事 是影响了社会稳定了 嗯 还是从市值的稳定角度来思考农民工的问题 他没有想到农民工没有生活 是吧 嗯 怎么 嗯 怎么发展 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啊 实际上这次我们应该要归结一点 这些权利和利益表达的问题 嗯 嗯 一个是你看到讲到一个土地 一个财产的完全 一个就是一个组织起来 组织这个问题的概念你是 嗯 我的一个观点 在这次金融维持中间 我们要看到农民面对市场 包括农民的利益表达 我的组织的看见是要向农民建立农会 嗯 一定要建立真正代表农民利的农会 这种是农民的组织 要建立这个东西 嗯 就包括将来怎么去面对这个市场 包括金融 是吧 各种向农民有金融组织 嗯 这个都需要农民组织起来 嗯 这个组织起来 我倒认为 我们也可以失去一些 和我们差不多情况的 比如台湾日本的一些经验 经验 就是要向农民有实质的利益组织 哎 包括实际讲到底就应该建农会了 也包括农民工 也包括农民工 农民工的工会 是啊 所以本来应该跟陈士工的工会是一回事情 本来这些是在工厂里面就是一个一个 但是他现在农民工 他是被作为一种特殊的 特殊群体 对 不过你讲到刚才讲到就是那个农会也好 农民组织化的生产和组织化的一个 一个结构也好 这里面都会涉及到也就是土地的土地的你如果是土地的产权本身就不清晰的话 你也很难有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的这种组合的这种 不然的话你过两天这个东西没了土地又不属于你了 这个东西也麻烦 但这个土地的问题现在从去年开始大家成为热点问题的所谓流转的这个到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因为在外界作为做新闻的我们看到各方传出的从当时的全会的发表一些想法以后 你刚才讲有的地方已经把流转作为一个政绩来看了 但是实际情况在这次我也看到好像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对流转问题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琢磨 是不是因为这次的金融危机以后大家觉得农民工回去了 那就突出了另外一个方面还是不流转好 其实政府好像一直没有明确的表态过说他要他要推进什么什么流转之类 但是实际上去年那个 那几个土地有几个几个综合开发的这种综合实验 对呀包括那个天津的什么 都但是去年那个十七届三中传播那个东西出来以后 大家普遍的感觉就是这个好像要出现一波流转大潮 然后很多人都说什么要明晰产权出境流转 我说这个明晰产权根本就没有做到 但是出境流转很可能至少是地方政府显然是有很强的这个动机 但是这个这个模糊产权出境流转我觉得就是后患无穷了 那是很大的问题 那当然是很大的问题 可能会怎么样 那就是延续那个我们以往的那种制度就是所谓的 就所谓的只许官圈不许民脉的那种制度的一些很多固有弊病 包括那个现在这次包括这个三中传会这个决定出来以后 不是马上凤凰做过一个节目吗 然后这个节目中好几个包括开发商包括政府官员包括参加 据说是参加了政策制定的学者 都在那里讲说这个核心就是要解决这个小农经济的不经济问题 那说是这个这个前途在于什么规模经营 那你这样你你要用这种角度去看这个事 那当然就会那肯定是会这样子 何况你最近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财政扩张政策 这个凯恩斯主义这个本身这个这种东西的推动呢 那就可能会在产权还没明细的情况下面 先先先留着又变成对农民那种剥夺的情况 包括这个所谓的集体土地可以进入市场这个这个提法 这个提法本身我觉得当然应该说是进了一步 比原来那种有国家垄断的 但是如果你这个集体土地可以进入市场指的是 村官可以任意买卖买卖土地 但是村民仍然是仍然是没有这方面的权利 那很可能就回到那个八九年以后的一段时间 中国当时非常尖锐的一个问题嘛 是吧就是那个村官卖地引起的那个那个那个村内的 实际上后来的那个政策一直是 由于这种问题存在就把这个地权不断的上手不断的上手 那你上手到最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像你不能说又回到原来出去就可以解决 那出入呢 那出入我觉得当然是应该允许把 当然是要当然是要把这个权利交给农民 其中包括交给农户和农民自己建立起来的集体 因为这两者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的 因为你不能假设农民是个笨蛋嘛 这个农民他需要有集体 这是他自己知道的 这农民建立集体这个方面呢 老实说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是是是是是是宽容 是吧是是允许是 而不是说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要我们要去去去去再搞一轮集体化啊 再把他们都给圈起来啊 您看呢 这个土地流转问题啊 它有三个方面 三个不同性质的土地流转 第一个是耕地农地的耕地的流转 耕地的流转呢 各个地方啊做了一些探索 主要是要做的是所谓规模经营 那有些地方搞了所谓的托田索等等的问题 对土地这个规模的这种流转啊 还也有搞了什么古田制等等的方法 这是一种方法 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是关于那个土地的这个折制力的流转 就是折制力流转的各个地方也做探索 就是说我城市周边的折制力比较底下 那么我来置换 是吧搞了一些置换的方法 给你房子把地换出来 还有一些方法 就是说用地指标 是吧为了控制十八英文的农田 所以耕地啊所以用一些指标来置换 这是一种做法 那么耕地这个问题实际上迁到最后迁到农村界限用地 它有三种大概啊有三种情况 三种情况呢就是说那个我的总的判断啊 就是对于耕地这种流转 很多东西就是我们更要使得整体的今天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特别资本的进入 始终关于那个重庆的这个古田志 古田志提出来之后 重庆开有关会 但是我也说古田志是一个错误的写字 为什么错误呢 因为你把资本大规模进去之后 它回不到利益 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就是全地啊 是不是 表面上讲将来可能会签了个协议 包括卖地我都不要买了 我活顾了 大资本进入啊 因为农业的利润啊 它基本上是一个相对讲的可能平均利润 不可能有资本它进入的话 它是必须要获得相对讲要超出平均利润的东西 所以讲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当时要非常警惕的 而且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实际上我发现现在做的一个最 多的做法 而且很鼓舞人心的一个做法 就是所谓的折制地 农民领民这么多折制地 把你们向楼吧 向街 向那个的字吧 这个问题将来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从道理上讲可能是好的 揭入了耕地 揭入了什么东西 是吧 实力那个增加了耕地啊 增加了那个 给农民的利益啊 给农民上楼 但是可能那些是什么问题啊 强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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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农民将来那点折制地 他都想办法拿走了 是吧 这种东西呢 是问题都比较大的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有一些地方政府要专国家的空子 本来不是借钱用地 搞一个什么 所谓的问题 把农民的地啊 变成了借钱用地 但是给农民呢 还是一个所谓的耕地的租地 想他那边啊 做一个很高的价格租出去 这都会影响了 带来一些些问题 这几年的实际农民的这个农地就分啊 实际上有这么多方面的这个因素的问题啊 所以农地流转这样的一个的核心应该是加强农民对土地处置的根本的权利 自主权利 流转是他们的权利 不流转同样是权利 而且这是个刚性的 对 这是个刚性的 这一点特别重要 他有不流转的权利 这点非常重要 对 这才是可能是对 就整个流转 包括这个所谓的集体也应该是这样的 也是一样 对 现在那个这个这个十几届三中传会这个好像有这个所谓捐持集体所有制这个提法 但是后来我注意到那个陈锡文他提到说这个 以后要把这个行政村的这个这个经济只能给它剥离出来 实际上就是就算是集体这个集体也不应该就是和行政村是一回事 就村委会说来说村长说了算的这样的一个 村官 就是从理论上讲这个集体应该是应该是在这个就是你这个政策合一 你不能一直就这么延续下去吗 所以这个集体本身它当然也是这个内涵也是要发生也是要发生变化的 你一直是所谓的村集体 那是那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现在是村集体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地方现在是只要把村集体一摘牌变成是什么居委会 他就把你的土地收走了 本来这个村委会改改成居委会 本来按理说它就是一个行政区画的调整 根本不涉及所有权 不涉及也不涉及什么集体所有制这一类的问题 但你看现在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制度它就等于是换一块牌子 它就把你这个集体或者我们现在不讲生产合作社吧 叫做地权合作社吧 它就等于把你取缔了嘛 那你这个怎么行的 你就即使是从我们现在的一些热心于维护集体所有制的朋友的那些主张 这个也是不行的 那就等于是你让这外面的人可以随便侵犯集体所有制 但是他反而制止集体所有制内部的人退出来 是吧 你里头的人是不准退出的 等于是我把你圈在里头 但是外面的人我想把你 我想把你那个那个那个取缔就取缔了 等于就变成这样 所以最关键的还是就是农民有不干的权利 这个这个是 但是现在从今年以来啊 我们也看到了有就是整个金融货帮下面农村的经济情况到底怎么样 因为我看到粮价在下降啊 许多农产品的价格去年上涨的比较高 现在又在下降 但是呢工业那个农用生产资料 这些工工业产品 那个价格倒向也没有跟着下降 然后就产生了 包括这次我们看政府工作报告 尽管就是农用的补贴增加了很多 又增加一千多亿的农用投资 整个农村的农用开支可能是预算当中列到了七千多个亿 就相当于差不多每个农户有两有三千块这样的一种 一种用到农业的身上 平均每一户就这样的一个一个比例 然后增加的是一千多个亿啊 也是等于是呃 一个农户都有好几百这样的一种感觉 农粮食大买和大买小麦和大米的补贴是分别增加了一毛一和一毛三 这些都是一些措施 但是实际的农村的现在的作为农业经济的情况 两位有没有感觉到 这个我认为这个目前可能还难以判断 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农业经济啊 它这个 它有一些特殊情况 嗯 因为农业经济它一定于这个一年的修入 农民种的这个修入 因为现在还没开春 还没看到 还没开春可能很难对后来 种多少地 呃 愿意种多少地 难做是判断 嗯 所以那个 但是我的一个看法 嗯 就是说可能 因为中国的农民啊 它这个 这么多年我们看 它该种的地 它还会去种 嗯 就是 它不是 因为什么 它此嘛讲 我实际生活这点地 我还会种 就是说能不能有大量的抛方 这个 因为终究现在种地啊 不管转多转小 还是转一点 是吗 是和原来种地亏损 和那个农民负担很重的那个生产相比 那不能那么比啊 所以 现在很难判断 呃 今年它会种多少 嗯 但是我的分析说可能不会太大的 有变化 太大的波动 波动 嗯 应该说和前几年相比 作为农业的生产这个 呃 条件有所有所改善 呃 至少是那个 至少是种地而言 就是 不会因为这个 是 农民负担太重 而而而而变得 反而贴钱 对 但是这里有几个网友啊 你看这种情况 是不是符合我们各位所了解 或者比较的 比如说有一个网友说 一包肥料要一百多 一包一公斤的玉米种子 七十多 一瓶八百生的除草剂要六十多 什么都贵 在家种地没收入 不知道日子怎么过 比如说这是一个说法 呃 还有一个是 呃 今年农资都涨价 农副产品都不得价 一公斤花生米就 两块两 一公斤干辣椒就两块多 呃 等等 那么像这样的呃 言论还有一位 我是东北人 远在南方打工 父母在家里种了十亩地 电话里听父母讲 今年种的玉米全汗死了 收的玉米只能卖三千多 刚刚能够拿回来种子化费钱 这样的种 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 还有一位就说到 我想用拖拉机耕地 结果油价上涨太快 只好放弃 我想用回根油离地 根油要数千块一头 也只好叹息 最后呢 只好回头用锄头耕地 这是呃 还有一个是广东的网友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 一面是城市到乡村农产品 呃 城市到就是卖给农村的工业品涨价 泰山压顶似如破竹 一方面是农村的农产品涨价的是 不离为奸 那么呃 一方面是城市内部的不断扩大再生产 一方面是农村日业萎缩的规模经营 这种二元结构下的城乡鸿沟 如果不加控制的话 农民即使粉身碎骨也无法越雷池半步 这些好像比较我们看到的这些啊 留下比较实实在在的 都比较担心的是这种农业生产的这个 这个还是捡刀茶 就这么早的多少年的一个问题 还是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能扭转吗 感觉到 还是存在的 还是存在的 当然他讲的玉米等等 是可能是去年的情况 去年的 对去年的情况 不是今年的情况 因为今年的这个我们跑 我们感觉到 今年的情况会怎么样 呃原来大家担心汉 对汉在 但是由于这最新的天赤啊 比较缓解了很多啊 缓解了很多 小麦啊 各国方面啊 影响可能不会太大 嗯 像你去河南这些地方所看到的 它不会太大 昨天前两天 我们还问了邯郸的 河北的那 河北的那 他也讲了今年 我说今年种地多不多啊 今年我多增加了一十亩地 他说为什么 他说那个种地啊 因为现在那个 在这个 河北平原啊 这些地方啊 还是有很多那个 农质湖啊 很多东西 还是可以赚点些 嗯 就是说 种地还是可以赚点 但是赚的太小了一点 嗯 一亩地赚那么几百块钱啊 还是有可能的啊 还是有可能的啊 但是就是说 网友们所反映的问题 它的确是存在 这个存在 嗯 但是今年 呃 因为我们觉得 他在2009年的情况 会怎么样呢 嗯 我的想法 之前国家重视到这个问题 包括粮食价格等等了 是吧 包括今年的呃 汉灾红灾 我们现在很难预料 是吧 但是现在的情况看来 我认为还是比较平稳的啊 从我走的地方看啊 还是比较比较经常的 就是说 嗯 不是大规模的说我不中啊 什么呀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了 嗯 这个剪刀叉问题啊 我觉得很多人把它 呃 把两类东西给混弄了一谈 一类就是 以前我们那个旧体制下 由于国家垄断造成的剪刀叉 是吧 最简单的讲 就是这个国家 由于这个工业品没有竞争 用垄断价格 然后粮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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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这种剪刀叉 这种剪刀叉嘛 当然现在是改革30年以后 基本没有了 嗯 那么还有一种剪刀叉 就是在市场 市场也造成的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价格变动 好像不利于农农农产品 这里头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 本身这个农业的结构性问题 是吧 就比如说它这个 极小农 它的确是那个那个生产率 就就就赶不上其他行业的那个那个 那个增长 你本来你这个 嗯 这个价格 价格它完全是按照市场的 但是因为你本身 你这个生产率就比它要低嘛 嗯 当然你就吃亏了 那么这个问题 当然主要就是 我觉得主要就是在 就是在农民自愿的情况下 就是通过 通过减少农民 通过改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农业本身的这个结构来解决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讨价还价过程中的组织力量的问题 是吧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恐怕涉及到农民要有一个集体谈判能力的问题了 是吧 这两个问题我觉得都不是 都不是就是就是 都不是国家能够能够就是采取一些补贴什么能够解决的 对 你而且很多现在看来 很多补贴在流通环节里面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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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流流到最后能够到了农户手里的可能当中只是一部分 甚至还不是主要部分 嗯 那最后还有一些我们看看也是网友啊 网友谈的当前的各位可以做一些评论 呃还是农民工的事业这个担心 呃有一个投票的题目是你认为农民工的事业问题什么时候能够改善 这个我先不想答案 这各位想一下那个 什么时候能够改善 哈哈哈 这个啊 那是这样的 那个农民工司令啊 嗯 张神收 他说五月一号以后啊 可能会看出来 嗯 会发生一些变法 嗯 但是因为他的判断 因为他想是做农民工这个生意 嗯 他可能判断于说 嗯 他是做什么生意 农民是做农民工组织农民工派遣的 嗯 就是所谓农民工司令 嗯 农民工司令 嗯 他说啊 这个五月一号以后 大概可以看出这个情况 他说可能有好转 嗯 为什么要五月一号以后 嗯 他是根据他的工作 就是是不是那些工厂的订单又开始增多了 他认为该该生产的还是要生产 嗯 有些该去的还要去 嗯 当然有一些看法 就是说可能这个 嗯 金智还没见地 可能到一到两年 嗯 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工厂 因为没有工厂 你怎么去业呢 但是我最近啊 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嗯 到一些小城市 比如昨天我在西洋 前天 哪个 西洋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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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西洋县我们有跑到很多那个 我还参观生意还蛮好 啊 这个 那他已经 那西洋 西洋参观生意也很好 嗯 和生意还蛮好呢 参观生意蛮好 那周末 嗯 不是周末 昨天星期几 前天 前天星期六 周末 周末 周末生意好的话 他有的那个 我包括那些小孩 嗯 你去了几天呢 我说过年我一去了 我还看玩笑你是 你是童工 你是童工吗小孩嘛 对 他不是 啊我已经到了十八岁 十九岁了 嗯 那么我呢 从这个 有些地方看 他这个 可能与那个 内地的这些情况 嗯 与沿海的可能有些区别 有些区别 内地的原来可能有没有什么 嗯 面对 国外的啊 那个什么订单的 嗯 所以讲这种情况 我认为 嗯 可能要有所分 有所分开 但是农民工失业的年重性 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 可能还没有预计到 嗯 我们低估了可能 低估了 还是低估了 我认为低估了 嗯 这个我觉得就是 哪是把农民工失业这个单独抽出来 抽出来 嗯 我觉得嗯 嗯 恐怕会有些问题的 嗯 那本身就是这个农民工失业和一般意义上的失业 我觉得将来会 嗯 会有 会有病鬼的去去是的 因为现在的事业还现在涉及到户口 你比如说城市的事业 是 你登记了你会有有相应的待遇 是啊 农民工 他本身就不能享受这个待遇 然后又会给自己的家乡带来负担 是啊 这样的一个角度 如果如果仅仅就农民工本身的那个就业前景看来 当然本身取决于经济周期了 对 现在这个经济周期不确定的情况下 谁都没有 嗯 什么把握能够说好或者说坏 因为尤其是外需 你现在嗯 根本没法 根本没法判断了 对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我们这种经济发展模式 如果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 那当然这个问题将来会越来越严重 这个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他这里的一个这个网上调查的投票者当中 因为要到2010年以后 就明年之后才能够改善 也就我就 我觉得也是可能是 基于经济的那个预期吧 他是六成的人是认为是2010年以后 那么2010年年明年当中可以改善的是四分之一左右 那么说今年下半年就可以改善的 不过就是呃 百分之十二点六四 再加上今年上半年就可以改善 加下就一成半了 所以多数还是看来 对今年所谓上半年下半年就经济改善 而带来的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改善 看来并不是太多 啊 有的基于明年 更多的可能基于后年 这些也是对现在的一个 那个 那个什么 因为呃 这幅公的报告当中也讲明了 现在这场 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还在蔓延 啊 嗯 那个那个那个 还没有见底吧 这样的一个判断 这可能 呃 第二个题目大家问到是 农民工出路在哪里 那么有近乎一半的人是认为是从事新型农业 呃 百分之二十三也就差不多四分之一不到的呢 认为是自主创业 还有两成不到一点的说是在当地就业 只有百分之十三点二七的认为继续返程打工 呃 认为这样出路的就是只有百分之十三 好像 各位的判断是不是或者你们的认为呃 是不是有点差距就是网上的 因为他居然有 近一半是认为从事新型农业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城里人的那个 城里人的网友 他们对农民的一种比较良好的期待 是不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因为城里网友占的比重多 比较多啊 新型农业能成长吗 这个角度 新型农业它肯定会成长 就是这些农民工有多少能够回去做 愿意做还怎么做 有不有条件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这个农民工的趋路在哪里啊 他这个是短时的还是详时的问题 短时的可能他提供了一些想法 详时的另外是另外一种思考 所以说农民工的趋路在哪里 假如短时可能现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 你先说你回去从事新型农业吧 这个新型农业怎么做呢 地在什么地方 是吧 资金在什么地方 市区在什么地方 新型农业的产品到哪里卖 有一个 这个官员给我提到一个问题 最近的林权改革 带出了那个产权的落到农民手里 有一些农民回去就在分道的林地上面 他有他的一个空间了 这个当然是随着林地改革 现在去年刚刚开始 这样的一个进展 但是两位觉得继续返程打工是不是出路 或者不管你们希望不希望 现实 我觉得这个农民工恐怕非农化 恐怕还是不可改变的一个趋势 从下面讲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危机 使他们在这个路上碰到一些坎坷 但是从长远看 他们要这个这个这个过程要倒回去 几乎是 我觉得几乎是绝无可能 绝无可能 而且我认为这是大趋势 但是短时可能没有工作 是吗 我们需要办法 所以我倒是就是认为 在短时应该像他们 怎么渡过这个难关 但是向远的应该就是成了这样的 这是大趋势 也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建立一套 给农民工建立一套正常的这个实业 实业保障 实业保障 或者再就业的机制 这样的一个一个机制 培训 再去业 对这个 你可以留下来创业 你也可以能去从事农业 但是大部分的人 是 你不能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政策的出发点 来来来来来 所以这也是个政策出发点的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 你认为政府应该优先解决哪个问题 这个当中的有近四成的人认为 应该对自主创业提供小额贷款 然后也有三成半的人认为一个减轻农民负担 两成的人是提供就业信息服务 那么还有其他 这个当中还是对就业放的比较低 而认为应该是自主创业和减轻农民负担 看来还是要把农民留下来的这种想法 是不是还是这个对农村的情况有实际情况有距离 超市他是可能这样的 他是这个问题 他可能说现在应该做什么 对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他说现在应该做什么 但是很多人认为你给他小额贷款 向他去创业 我倒认为这个现代应该做什么 减轻农民负担那都是一方面 现在更重要的要对二代农民工进行大规模的培训 这倒是一个很重要的 像他们有生产事能 现在还要做什么 需要为农民工的修业篡草智慧 提供信实 不要向他们瞎折腾瞎跑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将来要做什么 我认为我们要看到这个 就是刚才陈老师讲的 一定在制定政策区发点中间 一定还要想办法向农民 这么尽量的卷移去 是吧 给他们社会保险 另外我们必须将来要接受这么一个现实 不管我们怎么评价它 就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 即使找不到工作 他也在城里呆着 是吧 成为一个 就你你说它是一个什么不稳定因素也好 什么也好 但是反正你得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从整体来看 改革看法三十年当中 可以说是你说出口支持了中国的经济 出口的后面的主要的劳动能力就是农民工 农民工也就支持了整个世界的经济 出口到世界的经济 你说不稳定的因素也是你的问题 不是人家给你带来的问题 是吧 是因为你没有把它变成城市居民才造成的 甚至我是觉得早年上海这些产业工人哪来的 都是农民工 都是那些灾民啊 流民啊 从苏北啊 安徽啊 浙江啊 到了上海他就几年非常艰苦的 然后做学徒也好 做什么也好 最后就变成上海的产业工人 就变成上海人 上海人这么个大城市 全是农民工的后来变的 其实就是一句话嘛 你就得把他们当作正常的实业工人对待 现在是不是就是因为现在产生问题是 原来这个进程太慢 他现在有一些 由于我们原来的一些制度安排造成的一些特殊原因呢 比如说这些人好多他们在那个 呃 原来是住集体宿舍的 嗯 你当然你一离开企业你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到哪里去安家的问题嘛 但是集体宿舍这个对企业成本和管理来说最低的 那当然 对这个最利润的分配当中没有 要把必要的用具改 就把农民工的这种 作为变成正常的居住的环境 是啊 这是一个 就是不考虑农民的安家问题嘛 是吧 完全认为他们就是应该 35岁以前住集体工程 35岁以后就回去了 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你会找早期的时候 利润整个我们还可以理解 但是长期这样的一直到九到到到二十一世纪了 你还是时候的来改善农民工 甚至一个身份问题的话 最后造成了现在的一种一种看到的一种问题的话 你觉得是个包袱啊 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很很成问题的 因为我们在看到我们我们看到很多地方 嗯 比如说我最近经常提到的像南非那样的那种地方 实际上 住在集体工棚里头的人 那这可能你也知道 这大部分是竹鲁劳工 这些劳工的处境要比住在贫民窟的人还要糟糕啊 是吧 这个包括南非过渡期产生的很多问题 都是由于这两种人的差异造成的嘛 那所以我们老说这些人住在集体宿舍 要比什么行程什么贫民窟要好 我觉得这个是个极大的物件 所以现在现在很清楚了一点 两位都都给我的结论就是农民工最后的出路 还是继续回城打工 但是他们不应该再成为农民工 而是成为城市居民 这个方面在当然金融危机金融压力本身的沿海地区的生产也受萎缩的情况下面 政府现在资源可能更多的是用于解决城里人的那些就业问题 再回过头来有没有可能现在就应该用更多的资源放在解决农民工的回来的农民工的问题上 这个有可能吗 我觉得这个整个农民工的这个就业趋势是我刚才已经讲了是受经济周期的大局势影响的 我觉得现在 你其实好的时候他不想到做这个事情 对呀 我觉得现在在反危机的这个对策中 我觉得政府尽可能的应该给农民度过这个危机 包括农民工提供帮助 包括他们如果再成不回去的话 你也应该给他们提供适当的帮助 但是我觉得最低限度你不应该在这个危机期间 再进一步的去去去去去去去剥夺他们的权利 那比如说一一碰到这个危机就想着怎么把他们驱赶 或者加大城管力度啊 或者禁止他们这这这这加大那个制止他们处理土地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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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的那个力度啊 所以从这个方面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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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进行反危机 我觉得那当然那就是等于是适得其反了 等于是坐在所以我不是写过一篇文章吗 我说如果政府认为他能够尽的义务 短期内还不能够再增加 那你至少不能再剥夺人家的权利 这个问题我倒认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要反对城市主义 现在我们思考很多问题都站在城市的角度思考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反对地方保护主义 现在地方保护主义比喻讲一些特别是农民工输入的地方 是吧在当时禁止维止方的情况下 就是说他没地方走了 哪怕他开个小店 我们要宽松一点 开打一个小铺子 不要去赶他们 开个小摩托车是吧 站立客也没有到了哪个地方去 就是这个地方啊 对这是个新的很重要的 现代人一样嘛 很重要一个理念的 一个是不希望他留下来 我赶你走啊 还是希望你留下来 我帮助你留下来 不是他想办法赶你走 对 因为地方保护啊 所以现在有些政协委员人代表说 谁家里孩子谁家里抱来 是吧 因为我们谈到问题的话 有一个也看来是很发达城市里面的有一位居民就说 当然就要我用一个用人嘛 我不要用了就请他回家嘛 不 请他回家 那么你见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现在最大的问题啊 还不是说你不用的问题 你比如说你可以说我不用了我就辞退他 但是如果比如说他们办路边摊也是有 也是有市场的啊 也是有需求的啊 只不过当地政府认为我的脸色我的脸不好看 嗯 什么市容比较糟糕 欢乐一点 灵活一点 嗯 总而言之在危机时期啊 它肯定会出现第一 我们通常讲的非正规就业会增加 对 包括那个流动就业啊 什么路边摊呢 第二 非正规居住也可能会增加 嗯 会出现一些那种 以前我们 嗯 什么要驱逐的什么违章建筑啊 什么什么 小洞啊 还有一些就大城市里面就是所谓群群租的问题 你原来我就我我我我 我还可以住宿舍里面 我现在不行了 几个很多人我 我就条件很差的 对呀 我租一间房间 那很多呃前一段时间像上海这些大城市就在 对啊在危机期间呢 那我觉得政府对这些东西或者说城里人了不一定是政府 城里人对这些东西的那个我觉得是需要宽容一点 嗯 那否则的话他们总得有一个总得有个去处嘛 那你说我想的在经济危机经济周期改变了以后 当然这个他会自己调整对吧 而且恰恰就是可能那时候你需要的劳动力 就从这里来的嘛 对 对 在这个问题上啊 我想的话还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农民工啊 都看一种好像危害我们经常生活的人 嗯 现在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很多地方一讲农民工问题 马上想到社会稳定问题 社会生安问题 他们觉得我现在自然 比如说我现在最近这些可能因为农民工失去工作的多了 或者是要的自然的呃案件就增多了 偷抢或者什么呃恶性案件就多了 而且抓到的人当中也可能所占的比例也是农民工 如果他有这样的依据啊 呃 对 可能不错 但是我又反问你 你给他们帮助了吗 对 你的真正在什么地方 他为什么去抢啊 他的确都走路不路了 你们政府当年他们在这里贡献的时候 你想得过没有 你你现在要还债啊 所以我一时讲 输出地他有责任 输入地也有责 你要有感恩之心啊 嗯 就是啊 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就是说 的确需要包容 政府 你们不现在政府说要共度时间吗 嗯 和谁共度啊 嗯 是吧 你只要向人家去忍下 你为什么不能减少一些是他的开支呢 帮助他们呢 所以讲我们啊 想问题我认为 要假如你歇生取地 站着他们的理想去看问题 他们的生活状况去看问题 可能也不能那么想 摆个小小小小小小小饭 是吧 倒一点什么 呃什么什么什么 玉米饅头 算什么呢 是吧 我认为啊 经过社会要宽容一点 要对他们有这种感恩自信 因为我最近碰到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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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有一个街道口原来一个做煎饼的一个摊位 他是在一个公交车站附近 那当然他生意就比较好 嗯 结果这两天可能要整整次序了 又把他移到一个人人很少的那个角落里才允许他摆 人家不去那边地方 对他来说他的生计马上就受影响 我想对一家一家人一户人可能就依靠这个这个摊子 他的生存的情况下面跟一个不怎么样妨碍世荣的一个观战有安观战的这样的相比较的话 是不是宽容一点让人家的一个家庭的生活你看的更重一点 是 这以前就这个危机以前人们谈到的那个城管问题 这个在危机 在危机期间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也是凸显的 因为你危机肯定会导致这种所谓非正规的这种东西会增加的 呃 您刚才说到五月 五月也许对农民工是一个很关键的我们看这个问题啊 尽管我们现在呃就是老是谈农民工已经把这个这个词都有点有点异化的开除 这个呃 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对中国今年来说一个很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呃如果是真的五月份以后能够出些转机的话 能够大部分的农民工能够重新找到工作的话 这起码对整个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 对他们来说更加重要 所以呃这是一种良好的期待吧 好谢谢两位今天啊 好 两会三人行 嗯 今天我们谈的是农民工啊 也许这也是我们呃 这次两会三人行的最后一集 明年这个时候希望有机会继续再谈下去 福音乐 我们来帮助广 в read 语字幕发展开 语字幕发展开 语字幕发展开